1.2億 冒險日記 我是Won 歡迎回到我的 1.2億 冒險日記 以上一回我們陪黑羽找到了他的新家 並且得知黑羽有個想要蓋動物園的夢想 養動物的話 大量的農作物必不可少 正好我往之前也說了 我有個蓋農田的計畫 所以今天這集 我們就回到家中 看看家裡的變化 弄個倉庫 整頓我們冒險的戰利品 再稍微種種田 這就是我們今天這集 大蓋的計畫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先來返家一趟 有了 順利看到我們的村莊了 我們村莊這邊 多了一個莫大的變化 那就是 我不是說我要種田嗎 所以天蛇 就幫我蓋了一個 看起來很像是巨人骨架的 這一個超大農田區 欸 不是天蛇 我就想種個田而已 我們真的有必要 把陣仗搞這麼大嗎 喔天哪 你現在就把陣仗搞這麼大 以後我們要跟其他事情怎麼辦 是不是要弄得更大 真的很有壓力耶 好啦 那再來跟各位報告一個好消息 就是我們的天蛇老師 那個包辦了1.08 1.09 1.20 重生點建設的天蛇老師 他終於 有自己的頻道了 我會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發布天蛇的頻道連結 歡迎大家有興趣都可以來看看天蛇究竟幹了些什麼 當然也包含了這個超巨大農田區的建設工程 也在他的影片當中 而正式開發天蛇所蓋的這個農田區之前 汪汪也蓋了一些小東西 汪利用了試煉之間的這一些寧灰岩磚 堆切出了一個任務告示牌 我們來回覆一下之前所簽下的還債項目 包含了蓋農田跟送給黑魚小麥 而目前觀眾的戰術要求呢 大概是這麼多 我們要蓋18塊的田地稍微算一下 天蛇的田地這邊是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並且這邊四四十六 喔 天蛇好像少蓋了兩塊田地 那我們之後再想想看多兩塊田地要怎麼處理吧 以及根據各位的戰術要求 我們要送黑魚23組的小麥 接完任務準備來種田 那為了讓我們種田更加有效率呢 我們之前冒險時不就獲得了些許的綠寶石 汪覺得我們可以來到舞秋風家中 跟他們的村民購買幾根鑽石櫥 讓我們處理更加的方便 以及我們要種植的座物呢 汪汪默默地存下了一大箱的小麥種子 這些種種下去等他們都成熟了 應該就可以直接來換黑魚的那個還債項目了 我們就直接出發 抵達風哥家 發現風哥工具匠 喔不 風哥的工具匠們 沒有一個有賣鑽石櫥 再來看看風哥鐵人塔這邊寫啥 鐵人塔隨意取用 喔 四塊鐵跟 喔兩組鐵 喔 發現風哥在那邊的地獄門 跟他借個合成台 合成台上方放塊鐵 就是鑽造台 發現了一個氣派的房屋 進到內部發現是 無情的村民生產機器 我們來跟風哥 借知村民 再來把他 變成工具匠試試看 不要亂動 不要亂動 好嘞 我們順利把他定住了 就先來跟他 買些小廢物讓他升個級 二階段可以簡單賣他鐵 三階段 最最關鍵的一階段 我們獲得了 只要一塊綠寶石的鑽石櫥 多出來的鐵在還給風哥 讓他可以永續經營 回家路上 又路過了偏頭的住所 王王家有小麥有馬鈴薯 但沒有胡蘿蔔 我們來跟偏頭A一點 沒事 王王會把他種回去 材料準備完畢 在正式開墾前呢 王王還想再來做最後一件事情 那就是天蛇啊 幫我們弄了那麼大塊田地 王王想好好感謝他 希望各位嘗試給王王這部影片 超過一百讚的喜歡 天蛇是建築師嘛 建築師最需要的是什麼 四空間 這樣才可以裝更多的建材 只要每達標A一直戰 我們就來多送給天蛇一個介福殼 好啦 怕有新觀眾 我們再來好好跟各位解釋一下 天地的特性 就是天蛇應該有在這邊 幫我們放了 喔 這邊有一格水 我們就用半磚把它給遮起來 而一格水往外拓展 一 二 三 四 是可以被滋潤到土壤的 我們就來把這些草地 通通促成這種濕潤的土壤 開工 喔 終於除完了 接下來還要種種子 喔 巧克力加入了遊戲 笑死巧克力來當廢人的 廢 都廢 都可以廢 我光是種農田 也可以當一集 雖然這個農田 有點大 但不是我蓋的 種 喔 種完了 童童種完了 看看這綠油油的影片 種完了 我們立刻來 久違切葛大視野 給各位瞧一瞧 這個農田 整體的外觀 那在等這些小麥 通通變成金黃色之前呢 我們家還有很多變化 來跟各位一一介紹 首先不曉得各位記不記得 這個超大農田區的方向 原本有個伐木場 但被移屏了 所以我忘記在旁邊的空地 多搭建了一個新的伐木場 同樣也是有三個 超巨大山木噴災 可供玩家進行砍伐 中央處還有一個 像是伐木場常見的工作桌 裡面有著各式各樣的工具 以及樹苗阿 土堆阿 跟挖掘好的木頭等等之類的 而旁邊這個就是 汪汪剛剛有跟各位提到的 任務告示牌 當汪有新的還債項目 需要來還債的時候 就會在這邊進行新的標速 而旁邊呢 是我們上級小彩蛋所看到的 黑羽的羊毛 大家依然可以競標 在底下超級留言 汪到此後會在旁邊 可能放一個獎台來記錄 有誰競標了多少價格這個樣子 汪周圍據點的 制圖師小屋附近 似乎多了很多其他夥伴們 送來的酒箱 我們來依依看看 去汪汪與共產好夥伴 你們肚子一定很餓 這些食物超級補 白雪野鷹媽媽 呃雪鷹媽媽 例行公事的 似乎又來送食物了 同樣的也是金蘿蔔 唉唷好多組喔 那應該是一人兩組吧 所以我們村莊 呃約略估計是有六個人 汪來去分送一下 村莊點點名時間 這一家是小圓 兩組金蘿蔔 隔壁家是天蛇 也是兩組金蘿蔔 下一家呢 巴巴還有他的小幫手菱角 就是四組金蘿蔔 以及超級遙遠的 山頭那一端 采魚加兩組金蘿蔔 又提到了采魚 再來跟各位說件事 就是汪汪發現我的箱子裡面 多了一個空格 這個應該是灰色玻璃片 采魚塞的 所以看到其他人家 有這個空氣的話 采魚塞的 再來瞧瞧汪汪家門前的 這個小瓜田 上方有個告示牌寫道 夏天到了 多吃西瓜白肉醬 喔 哇 這西瓜真硬 感謝肉醬 嗚 還有鐵啊 回頭來到汪汪家後方 汪汪之前逛中介層 有獲得了釀造台 就在這邊打造了一個 簡單的蒸餾桌 箱子裡面內容物就是一些 看起來可以釀藥的藥材 跟我們在地下層獲得的藥水 跟在中介層獲得的大量治療藥水 那目前的話我們沒有地獄疙瘩 也沒有煉粉 所以就是擺好看用的 跟望去逛中介層 有帶回了大量的葛萊花 又被惡作劇了 我們看看上面是不是寫了些什麼東西 阿 再稍微湊輕一點 基因改造特殊作物 超級葛萊果擺肉醬 謝謝肉醬 我們在試圖爬上去把鐵磚給挖下來 我們的伺服組超愛惡作劇 天啊各位等一下 除了這個鐵磚腕上面還有 幽靈之類肉醬商行政治標記 這邊還有一個所以有兩個幽靈之類 我們也來把它挖起來 順便再把葛萊花 重新栽種過一輪 我們就能來瞧瞧最後一個郵箱囉 這邊有個告示牌寫到去汪汪 給你一個抽獎的機會 來跟各位好好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新朋友 阿刺 汪汪其實不是很確定 他是不是馬來西亞人 但是汪可以知道的是 他是百日生存大佬 有超級多百日生存影片 都是有關於一些恐怖模組包的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 那現在是在伺服器當 原位生存的好夥伴這樣 我們就來看看阿刺 送給了我一個不祥試煉的鑰匙 我們立刻來到試煉之間 去試試我們的手氣 緩緩的落到這試煉之間 汪記得這一個下水道的地方 有一個有三個頭的寶庫 就是看到中間有一個臉跟左右側臉 下面是鑽石的紋樣 我們立刻來開箱一下 豐胸化吉 喔 獲得了 一些綠寶石跟 喔 好多綠寶石 喔 獲得了 窩流的旗幟圖案 如此如此 這般這般 家裡的變化夥伴們送流箱 汪都大致瀏覽過啦 最後最後 汪這幾集一直出門去冒險 我們這一個自圖師小屋的空間 已經不足以 容納汪所獲得的戰利品了 所以汪又在旁邊 多打造了一個往下的地下室 這個地下室 就是汪全新的戰利品寶庫 所使用到的建材部分 可以回到我們的試煉之間 看看這邊這些寧灰岩 汪把他們幾乎都挖掉了 在1.21版本 寧灰岩再也不是小廢物了 我們現在只要找到合成台 鋪上石頭放塊鐵製作切實機 再找個好位置 把切實機放出來 就可以來看看 寧灰岩現在可以做到 如此多樣的材質 這就是這個戰利品寶庫的由來 先來給各位小小王私下做了哪些小設計 就比如說這個牆面的部分 它是包含了浮雕寧灰岩 跟浮雕寧灰岩磚 下面這一排呢 感覺會有一種框架 並且突出來的感覺 中間這一排呢 它是比較深色系的 就會有一種凹陷進去的感覺 雖然是在同一個平面上 卻會有一種凹凸的層次感 跟中間這一個浮雕寧灰岩 它的頂頭呢 其實是這種螺旋狀的 把它擺在地板上呢 就會有一種地毯的感覺 中間再順便插一個合成材色一樣 旁邊的這種梁柱設計呢 光是一個柱上去感覺就有點太單調了 所以我還搭配了 壁雷鎮座的上下的磚叉 算是跟一軍偷學到的技術這樣 天花板設計的部分 我剛也有提到層次感很重要 所以特別利用了半磚做出這種凹凸感 再利用山木地板門 強化了它的線條視覺 讓它更有一種梁柱支架的感覺 底端呢在用這種階梯 把它的邊框醜醜的部分給遮起來 內裝設計介紹完畢 正式來給各位看看 這個寶庫裡面都藏有了哪些東西 這一箱主要是建材類的 上面則是一些掉落物跟消耗品道具 這一排呢 我們去中間冒險時 不是有獲得了很多裝備嗎 他們這上面的盔甲架 都是對應著帽子啊 胸甲啊 跟褲子 鞋子之類的東西 村莊裡面的夥伴可以來自行取用 中間呢 則是大量的工具 剩下的這一排 就是汪目前一路冒險時 獲得了各式各樣文樣桃冠 那這些桃冠 目前真的可以儲藏東西 所以每個桃冠裡面 汪都塞入了一組汪汪的午餐 而桃冠中間呢 汪目前塞了一個終界龍做擺飾 主要是因為 我們目前只獲得了六種不同的桃冠文樣 等我們未來獲得了更多桃冠文樣 說不定可以來把這個空間往後拓展 把所有的桃冠通通聚集在這邊 而下面這排木桶呢 就是剛各位所看到的夥伴們 送給汪汪的郵箱 汪把他們擺設在這邊作為紀念用 總之呢 結論就是 這個新建材 真好看 那既然汪汪都打造出了一個全新的空間呢 汪汪覺得 我們的這些狗狗 不該 再讓他們 在樓上淋浴了 來 狗狗們 你們有新家了 通通下來吧 你可以來 守護我的寶庫 呃... 狗狗? 呃...可能把他們引下來需要一點時間 太好了 汪汪寶庫現在多了三名警衛在這裡發售 但目前這邊的地板看起來硬硬的 感覺他需要一點 比較優秀的員工福利這樣 我們可能可以在 這個牆面後面再開找一個狗狗的房間之類的 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有沒有什麼對應的建材 喔我們看 這邊有線以及我們有一些 紅磚頭 把線編織成柔軟的羊毛 再把羊毛拉一拉變地毯 紅磚頭圍一圈變成桃罐 開找好一個空間了 來看看我們要怎麼設計的空間 首先呢就是滿滿的地毯 讓他們有一張舒適的床 再來就是地板上放一個桃罐 在桃罐上面呢 我們再放上一個羊毛 看是狗碗 並且現在這個狗碗 往身上 欸...我找找看我有沒有腐肉什麼之類的 有 我有腐肉 我們真的可以在一個碗裡面 呃...喔...喔... 要...要把... 地毯打掉 我們才能塞入這些 狗兒們的食物 但是 我們真的可以在狗盆裡面 塞入食物了 食物通通塞好了 放在這邊 狗盆你們自己吃啊 我們再來把這些狗狗默默的推進去 瞧瞧這個畫面 看成完美的員工福利 現在這個寶庫有人把守了 汪就可以安靜的去採收 我們那些已經成熟的黃金色盜賣 採收完畢之後再分送給黑羽囉 我們就來簡單的 在這邊倒一桶水 可以... 這樣就可以... 比較快速的採收了 喔...角落 還是會留點脈 但是我們稍微 動走一下 就沒有問題啦 好啦...那我光就默默的來 把他們通通收乾淨吧 呼... 在經歷了些許的努力後 這裡又凸了一次 我們來看看 汪汪採收的成果 實際上呢... 光發現採收完一輪 這裡不太夠23組 所以我採收了兩輪 汪汪現在小麥 大概有這麼多 我們就帶了3組的乾草滾過去 黑羽家應該是足夠的 汪汪就速速飛回了黑羽的空島 好... 來在黑羽的地獄門前放上一郵箱 Dogger It 收件人黑羽 配送員三尾木木犬 項目是一堆的小麥 裡面有滿滿27組的小麥 但因為我們只要給黑羽23個 所以汪汪默默從邊角拿走了4個 黑羽的項目達成了 我們來思考另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18個農田 我們只有弄了16個 那該怎麼辦呢 汪汪看到這個地獄門 我有個絕妙的想法就是 剩下的兩個農田 我們蓋在地下室 我們來蓋 地獄疙瘩田 那... 似乎地獄堡壘的位置 就在重生點的附近 我們立刻來一探究竟 總之不是在黑羽家 喔不對耶 下面 喔 在黑羽家的樓下 喔 喔 地獄疙瘩被誰挖走了 一定有人挖走了地獄疙瘩 到處光 到處看 喔 喔 是烈焰死者生怪磚 被誰挖掉了 現在人都不知道 什麼叫做永續經營捏 一個地獄疙瘩都不給流 看來我只好去其他人家偷了 喔 發現烈焰死者 射殺烈焰死者 咻咻 蹦蹦 不要跑阿 烈焰死者 怕屁怕 你跑屁跑 去死 喔 靈魂殺谷地形 發現永續 SURPRISE 滿地的妖靈之類 挖走大量種植要用的靈魂殺 該再來去往秋風家看一眼啦 阿哈 鳳哥 你有地獄疙瘩對吧 教託你的地獄疙瘩 嘿 我又回來了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鳳哥家 沒有地獄疙瘩 我去其他人家看看 也沒有看到有地獄疙瘩的人家 那那些不見地獄疙瘩 究竟是跑到誰家了 如果有觀眾知道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汪汪 那就等我們獲得地獄疙瘩之後 我們再來多蓋那兩個地下室農田 而今天這一集呢 汪就是返回到了家中 種了好多的小麥 分送了給黑羽 順便 喔 有一隻貓欸 順便在汪汪家的地下室 蓋了一個超酷炫的戰利品寶庫 那今天就這個樣子 感謝各位收看 B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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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汪汪 大讚汪汪 通報鈴鐺 監視汪汪 覺得香香 記得分享 協助汪汪 煮煎母湯 嗯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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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哥很誠實的 他需要翹石就吃藥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